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了 明天就是新年了 我借助我的兰花,祝大家新年快乐 兰花越种越好 我挑这些兰花是比较有成功的代表性 比较有成果的 我现在跟大家再来一一介绍一下 以前可能有介绍过 其实最开心的就是我的蝴蝶兰千叉成功 而且它用KIKI PASTA培育出来的花芽 花期也很长,两个多月了,它还开得很好 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要做KIKI的话 培一匹羔羊一定在温度很高的时候 温度高的时候,培出来是比较成功的机会 很大 还有另外一件事,我是尝试一下 精采食物千叉成功 这是我第二批千叉的 因为我确实是太喜欢精采食物了 味道很香 这是我第一批成功,我已经种了 然后呢,第二批UGC千叉 然后呢,这一次,这一棵精采食物也快开花了 很有意思的,再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精采食物呢 这个呢,其实本来就像这样子一样 其实是应该是花芽才对 可是呢,当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母猪呢,这个花梗呢 受到威胁的时候 这个老梗呢,受到威胁的时候 它直接变成了 高芽了 这一棵,里面这个也一样 变成高芽了 因为它高芽比较长 然后呢,其实 这一棵跟这一棵 其实是一样时间的 只是我不小心被它弄断了 你看,它变成花芽 花苞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再下来 走马光花一下 我... 这些花梗 这边又有一棵蝴蝶兰 水培蝴蝶兰出花梗 这一棵也是 这一棵也是 还有这一棵 这一棵是 我很喜欢的水培蝴蝶兰 花期是可以打到5个多叶 然后呢,我是 忍不住给它剪掉 然后呢,我这一棵 其实它这一棵是我以前 在冬天做的那种 涂那个KIKI的 结果呢,它培出来的 时间部队培出来是花梗 然后我剪掉这个 它竟然从这边又剪出了出花梗 是很开心 这个... 寺庙里的兰花,你看花梗也很大 里面那一棵也是 这个也是寺庙里的兰花 然后呢,这个有介绍过的是 温西兰 出花梗 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棵 澳洲食物 这是我第一次种植澳洲食物 你看,它已经出花梗了 这个角度不对我 哦 里面这个 你看,黑色的 已经抽出了花梗 这里面 这个也是 相当开心 这是我才种了几个月而已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它就冲出花梗了 然后呢,再来介绍这一株 这个是白色的蝴蝶兰 它的花期也很长 五个多叶 然后它的花梗呢,是很壮的 因为它很壮 我使不得给它剪掉 所以从这上面剪掉 它今年也长出了侧花梗 今天的大发灰兰呢 不是很好 可能是因为我搬新家吧 这边的 冬天呢,它这个夏天 冬天的晚上啊 我们基本上这边会结冰 所以我怕,我把它们搬到 车库里面去 嗯 阳光呢,相对没说这么 外面这么好 以前我在 那个老房子呢 我是长期的也放在下面 外面的 就是靠向阳光的地方而已 然后它每盆都快花 今年呢 只开了这一两盆 而且这一盆才刚刚长了花包 不过呢,我有两盆呢 做实验 这个就是我做实验的兰花 我放在外面 长期的也放在外面 不管它 因为我大发育兰其实挺多的 所以我就想说 拿两盆做实验 到底是 要搬进搬出比较好呢 还是说一直放在外面 不管它比较好 然后呢 这个金菜食物 我会做一个实验 这一棵是树兰 树兰是比较无所谓的 还有这一点就是 这个是我们家的房子 这是一变墙 它有二层楼 然后这边也一届墙 所以呢 它是刚好在这个三角 可能我在想说 这个应该会有 因为这边是靠山坡上 风吹得有点大 这边应该是风比较吹不到的 因为等于有三角 在这个三角形的里面 可是呢 这个也是露天 我希望它们能安全的度过冬天 然后呢 明年我就不用搬来搬去的 这个也是在慢慢的摸索 看哪一种对大花灰蓝比较好 像这些兰花呢 我是搬来搬去的 推来推去的 毕竟不是那么方便 因为我有时候上班回来的 比较晚呢 就有时候会忘记吹进去的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说 有时候呢 上班着急的 忘记吹出来晒太阳 也是比较麻烦的 是今天我没上班 刚好阳光很好 我给它带出来 晒晒阳光 等一下吃点肥 我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吧 这些是我一部分 比较有成功的 就是比较有出彩的 比如说开花 它长花芽 以前我是想都不敢想 说蝴蝶蓝 既然可以在自己手里面 可以再出花梗 再互花 就是自然的互花 没有借助什么 Kiki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是我一年 这一年以来的成果 我希望我明年呢 会越种越好 品种会尽量的加多 我不会像以前 刚开始一样 一件到 不管什么花 一件到树蝶 都一直拼命的买 我以后呢 会尽量的 挖我没有的品种 我有的品种 我就不想再买了 因为确实太多了 楼上现在还有两个房间都是专门放兰华的 我真的要照顾得有点照顾不过来了 今天很开心的跟大家啰嗦一下我自己的成果 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 兰华越来越养越好 谢谢大家